米业的卫生品质提升的这个部分 也是一个在我们六周里面一个重点工作 这个是县长非常持续很关注 他觉得我们要推展观光 觉得这一项是我们的一些重点 但是在平常的这些社区的这些机场的专案里面 我们是择务旁贷的就是定期的来做 这里面其实挹注了我们离岛很大的一个能量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是跟北市联宜来合作 那现在这个整个合作的触角也有在有一些扩展的部分 我想说这个部分不管是亚东 或者是我们相关的台大医院 我想说这个部分未来也是有他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机会 那在医療部族资源部族的部分 我们当然也有应议到卫福部给我们的资源 那个客台转整的交通辅助 这个部分也是满足了一些科别 没办法在这边就医的部分 马祖大桥还有那个美安比这边的三西机场 是要针对把这个马祖要带到国际里面去 就把那个县跟台湾跟国际的这个链接的部分 这些部分就让我介绍一下是说我们整个交通平权的部分 就是说从海陆空来看的话 海域的部分我们是各乡的部分都是要有一个完善的 那个港附的基础的建设 我们在这五年内已经完成的北竿东营 还有东群还有南竿这个部分 这个整个港附基础的建设的部分 在路运的部分 我们是有打造的 乡里面岛屿跟无人岛礁这个部分 把它串联起来带动那整个观光的 的价值 所以有大丘桥的部分 还有唐后桥的部分 在以后要做的部分 就是马祖大桥的部分 就是要把北竿跟南竿的部分做一个链接 109已经做了南竿跟北竿第三次通检 还有已经在做东严跟举光的部分 第二次通检的部分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通盘的检讨 针对国土开发的部分 来做一个有效的利用 再来就是工程的部分 我们是已经针对这个生态工法的部分 已经慢慢来事情 这102到103年 针对一个案例的附近海底的部分 我们只是把他以洋滩的手段来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右下角这一 右下角这一个部分 他150小时 会以这个建筑物来做一个示范 带动那个整个产业的提升 以上的话谢谢指教 那为什么铁路条长成这个样子 一个大小三角形 针对铁架 因为他是从东山通往海口 看到归山岛 所以用两个山形作为他的造型 这是横画场 横画场人跟水的关系可能更疏离 那我认为在刚刚的思维底下 我们其实很多的工程 应该把景观环境生态 再拉到战略性思考的高度 而不是只是在战术层级 是思考的事情 我们的建设跟我们的环境 是在同样的权动底下 放在战略性的位置 所以我们才不会只是认为 事后的化妆师 或者是事后的消极性的回应 以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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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香港人口老化的问题 只是它延后发生而已 好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要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在做第九七条网文化的时候 做了一件事情 我去把2017年到2017年 所有的乡镇市区的人口 你要知道2007到2017 全台湾人口增加了61万 增加了61万 但是全台湾368的乡镇 有224的乡镇人口是减少的 可以吗 所以不是少数乡镇人口减少 是224的乡镇在减少 甚至有14的乡镇呢 他人口是减少了5000个以上 好 在地的远距 不是靠本岛来 是在地的远距 或者迈的连结 然后去做一些照顾过咨询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那基于卫生所 我这边一定要是提到卫生所 以前偏向卫生所 越偏向盖越小 现在是越偏向盖越小 因为到后来 我本来要去上班 就老人家突然不舒服 有点发烧 自己就要请假 那如果可以拖在卫生所 所以卫生所可以做零拖服务的话 那里面有护理卫生人员 会照顾的不错 那如果那边可以有共餐 可以做营养 教大家怎么营养的煮 营养的吃的话 那实际在卫生所也是不错 那卫生所也可以做长照管理 怎样把资源都连结得更好 那这件事情的话 我想我自己 他对一下 山区的一些设计跟施工 那因为他不了解 那徐政院希望 我去把我们上课就是说 我去帮他们勘灾 帮他们勘灾 因为公共工程委员 徐政院有一个灾后的经费 那专门就是那个 有灾害的时候 那县市政府报上来 那真的他有助我去做一个看待 这两个健康和医疗和这个 补充充方面的关系 我非常想用 也用刚刚胡老师 胡教授所提到的 这个不完全叫做 以人为本 就是以人口群为本 意思是什么 意思当你谈到群的时候 代表的是一个数量 代表的是一个空间的互动 也代表的是一个多元的可能性 就会使得负责空间的公务部门 得到挑战 所以在这里面 代表就像刚刚讲到的 卫生所 难道只是处理这个什么 大家的这个进出动线吗 你马上就会面临到性别跟尊重 跟互相互动中间的一些 该有的一些工作 卫生所如果不只是做 骑马的一些什么医疗上面的事情 它可以变成是一个社区 在这个健康上面的互动 营养上面的一个课程 那就是你马上的空间 就有它的需要 也变成要多元来管理医用 所以这些事情 马上都会回到公共间来 现行 甚至于不是面洞 还有地形 一定要面临一个上面的水啊 地下的土啊 这种状况的事情 同时对于马祖来讲 我们刚刚讲到的景观跟设计 是我们的核心的时候 其实要反应就是 马祖的美不能被遗忘 马祖要让它从环境里面 带来给大家健康的体验 这些事情不能被遗忘 当你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个景观里面有很多事情 就马上跳出来 变成是三度空间 所以好像刚才那个是 也许吴老师又举些例子 后面好像又提到 一个简道 这个碗玉有一道 一个简单的道问到底怎么设计 吴老师说 你想办法把你的人形道 不一定要平均的设在两边 而想办法设在 你照有好的景观这一边 你想想看 这边就代表了说 你是要对于这个现状了解 面状了解 你还要对立体上面 做一个取试 同时 你还要去想办法处理说 假如两边都有地主 都有群众 都有民众的时候 你是不是说 两边各一公司 谁都不欠谁 每个礼拜一次 礼拜一 重大设计工程会报固定下来 把重要的工程 跟重要的专业者一起讨论 这件事情的好处就是说 不要让各个局处的 承办人员去当设计师 当工程师 把行政走好 把专业的交给固定的 专业的规议 最专业的机制 这件事情协助的行政系统 建立一个长久稳定 有系统的机制 就可以回应 贺诚老师呼应的 我们警官如何可以做好 胡老师讲的可以做好 甚至是胡老师在谈的 我们的地方的卫生所 如何可以做到一个 符合或者是超越 国际水准的卫生所 这个是一个机制的问题 这是第一件事情 马祖基隆很多 做出一样 最好的案例是这么做 另外我想谈 第四个事情 其实 在剪光上面 你按天不按地 就是说只照地面上 而不是只照光 就是那个 其实它是对 经济是更有效率的 而且它其实 并不会因为这样 而增加危险性 因为我们要剪的是 对天上照的光 是为了去衬托建筑本身 是为了衬托景观本身 光的目的应该是 衬托被多的环境而存在 而不是越亮就是越好 所以我会希望说 有机会的话 未来这种照明美学 就是 也可以有机会 拿到景观的程式来讨论 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看到说 马祖现在有极光现象 像我明天看脸书 那个从西局到东营 然后从那个 年轻人到长辈都有在po 这样子的脸书 就是说 我觉得反而是这样一个 极光现象 经验非常严重 反而让我们能重新思考 或者所谓 可能什么样的 所以我必须借这个机会讲 我们一直很想法 社会体制上 民政处这边 甚至将来成立专政单位 当然很遗憾 议会没有通过这个案子 不是说他们不重新 或许双方在认知上 有相当程度的差异 我还讲 就是说医疗方面 刚才提出一些数据 那数据确实是很值得 我们骄傲的地方 包括平均率 包括出生率 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 未来高龄化 这个是 那长导大楼 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方向 我们提醒 所有的照顾 是息息相关 跟地方 所有的未来长导建设 都有密切的关联性 非常谢谢 我想 刚刚也特别提到 是不是把所有的建议 是不是纳入我们后续的政策 我想晚宇你也不用担心 你替我解套 这个 这个我们都会把这些纳入 当然 因为在工部门预算的东西 你是定下去以后 你要去变成这个 一个萝卜 一个坑 我们当然知道这些问题 我一讲就是说 你建设会带来一些负面的 这个 那个有的时候 整个取舍之间 是一个很 战略 就是刚刚提到所谓的 战略战术 跟阶段性的任务的完成 好不好 以上再次谢谢 感谢大家